不是,他都这么说不过啊 人家喝个菜子拍脚一动 朋友们好,我是阿良 刚准备出发去山上找一种野生的菌子 然后就碰到老乡回来了 有认识这个的吗? 难怪我说,以前这个东西都卖的好贵的 五六十块钱一斤的都有 然后现在怎么卖的这么便宜 十几块钱一斤 原来是山上特别多 要是碰到了都是一大片 所以我今天就出发了 碰一下运气,走 我们这边的叫法是虫菌 应该算是菌子中的极品吧 要时两用,味道比较鲜美 不过就是比较难找 有的藏到就比较深 而且它的颜色跟这些树叶颜色差不多的 这个就非常好 这种就是最好的,不大也不小 特别好吃 这种是啰一朵多的,多漂亮 这种是啰一朵多的,多漂亮 这里发现一大片 你看 早就要找这种 小一点 小一点 漂亮吗 这个 也可以 我只要嫩一点 这个老了就不要了 这种的 旁边那个就不要了 反正多的是 怎么样 这个坏了 不要了 满满的一大桶 桶拿小了 刚才应该拿一个大桶 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 哎 太老了 不要了 不要 嫩一点 装不下了 太多了 只要这种 嫩一点的 还没出来的 嫩一点 这怎么碎了 不要 不要 所以这样 太大了 吃起来不好吃 算了 不要了 或者明天再来吧 装不下了 像这种 其实都是不错的 吃起来 其实也还可以 不过我今天 真的是装不下 只有 踩这 这种的 稍微小一点 都是不错的 今天还要 可以吧 就这样 小一点 是最好的 会搁搁的 等会拿桶过来装 装桶里面去 要回去了 这种菌子应该 有的朋友不认识吧 尤其是城市的朋友 应该不认识的 城市也很少有卖的 因为这种都是 纯野生的 农村的话 会比较常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也是收获满满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